王姓男子从证监里慢慢走出来 步伐缓慢 若有所思 情绪低潮 不过在这之前 他在证监里持水果刀和菜刀 不断呼吾 还对医师大声咆哮 有一把水果刀 一把菜刀 从他的包包里面拿出来 家属在三年前在本院就医过世 他一直没有走出伤痛期 所以情绪也很不稳定 原来这名王姓男子难忘王妻 三年前他的妻子因为大肠癌过世 久久无法释怀 找上太太的主治医师理论 双手持刀大声威吓 护理人员柔性安抚 男子终于卸下心房 像个孩子嚎啕大哭 事后男子被警方带回警局训问 而当时看诊的无心医师 事后心情大受影响 在脸书发文 他说全身都在发抖 现在的我生命受到威胁 真的没有勇气上班看诊开刀 向医院暂时告假一天后 上午恢复门诊 医师低调不用回应 而医院也将在院区 家派保全人力确保 医师安全 王姓男子虽有丧气之痛 但挥刀威胁暴力行为 太不理智 也重重打击了护理人员 接着连家庆 sng小组台中报导 台中报导